各位弟兄姐妹 本主日是禀年常年期第七主日 在上个主日弥撒的路加福音中 耶稣教导了我们有关四真福与四真祸的道理 本主日弥撒的福音 紧接着上个主日的教导 耶稣进一步把天国宣言与福音纲领推向高峰 以爱德的最高显扬 也就是爱愁 来作为这顶峰的基石 而为我们带出新的生活方向 并激励我们在与天主及与他人的生命交往关系中 能走向更高远的境界 这条爱德的经科预理令我想起在《论语宣问》第十四篇中 有人问孔子说 以德报怨何如 孔子的回答是 何以报德 以执报怨以德报德 这回答 这回答以白话文来说就是 那将要如何报答恩惠呢 不如用合余道理的正直态度 去对待仇恨 以恩德去报答恩德吧 孔子之所以不赞成以德报怨 有两个理由 第一 他认为这是不合人情的行为 第二 他恐怕有人借此矫情炫耀 做出枯明钓鱼的勾当 然后耶稣的教导非同凡向 他的教导常常超越我们的人之常情 他的教导常常要撼动我们的习以为常 为带领我们走向更高的人生境界 更加相似我们的创造者 事实上 能够用孔子的教导 用合余道理的正直态度 去对待仇恨 就已经是很高的道德标准了 然后耶稣 他却是教导我们要义得报冤 耶稣的爱仇教导 并不是如同孔子所担心的 为让人矫情炫耀 华众取宠 相反的耶稣 所宣讲的爱仇道理 是建基于基督徒所该具备的良善心签 因此耶稣以 我对你们这些听众说 这句话来开始他的教导 向我们指出他的教导 非同凡相 有别于旧约的法律 也有别于古圣先贤的教会 是的 耶稣的教导 前无古人 这非凡的教导 是这样说的 我对你们这些听众说 要爱你们的仇人 善待恨你们的人 要为诅咒你们的人祝福 为诡谤你们的人祈祷 有人打你的面颊 把另一面也转过来让他打 有人夺去你的外衣 连内衣也让他拿去 有人向你要求什么 就给他 有人拿去你的东西 别再要回来 这就是耶稣有关爱仇的教导 而这教导 天主在旧约的一些事件里面 早就欲买了伏壁 欲做了准备 例如本主日弥撒的第一篇读经 《撒末尔记》上 就是为我们描述一则 有关达位 原本有机会 以眼还眼 以牙还牙 对待仇人 但却放弃 用泡仇的方式 来解决 彼此纷争的那个故事 故事叙述 撒乌尔因为嫉妒达位的功高震主 无法接受群众对他的欢呼 撒乌尔杀了一千 达位杀了一万 于是就对达位 震恶吃醋 甚至一路追杀达位 一直到其佛旷野 一心想要把达位置诸死地 其不知周围的环境 给了达位一个大好的机会 可以轻易地搏杀他的仇人 然后达位对天主主圣的人 深深表示尊敬 他不愿意杀害上主的受负者 于是他在上主的感召下 宽恕了撒乌尔 放弃了报仇的机会 事实上 这是达位第二次重放 并宽待乃一心一意 想要取他性命的撒乌 达位以善待恶的情操与作为 实在是已经超越一般人 所能够做到的了 的确 从人的角度来说 爱仇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然后在天主来说 确实凡事都能 尤其是当 我们与天主 还在为仇敌的时候 因着他圣子的死 而让我们得与天主和好了 更在我们还叛逆造反 且是罪人的时候 天主就对我们百般宽容了 这还不够啊 弟兄姐妹们 他的爱竟促使他 把他的圣子赐给我们 但这也不够 他的圣子耶稣基督 甚至为了救赎我们 而成了爱仇的最高点范 当他高高的被定举在十字架上时 他那爱我们到底的爱情 却余味反过来 为定死他的人代求 父啊 宽舍他们吧 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做的是什么 耶稣不仅为我们代求 他更进一步要让这攀到极致顶峰的爱情 激发我们 使爱在我们的生命中 获得胜利 现在我们就按路加福音中 耶稣的宝训 一起来反省 如何才能攀登至爱仇的顶峰圣境 第一 放弃报复的权利 事实上 天主在旧约设立 以眼还眼 以牙还牙的法律 其主要目的是作为法官 裁决各种暴行的刑罚依据 而不是鼓励私人怀有报复的权利 可惜 以色列和伊斯兰国家 人们误解了这律法的真正遗憾 直到现在 彼此仍旧是以误解的法律 去彼此相对待 所以 以色列与伊朗常常会互呛 当伊朗 试射长城飞弹 展示武力时 以色列就反弹 并宣称 如果伊朗再不节制 就要以眼还眼 以牙还牙 而面对挑衅 最近伊朗中立也回呛要怎么样 要切断来犯者的右手 因此东东地区 也就永无宁日 在这国际争端不止 战火不息的动荡世界里 却在两个家庭的生命中 发生了一件不可思议 但却又令人感动的爱愁事件 这个世界透过网络 而在国际间曝光 并在全球掀起热烈的讨论 在网络页面中出现了一张照片 照片里是一纸垂荡的吊塑 和一张空荡的椅子 这幅画面 为我们诉说了一则 有关宽恕的动人故事 在2014年 伊朗有一名二十多岁的男子 他叫巴拉 他原本跟伊朗北部 一名知名的足球教练 在学踢足球 但是在2007年一场 街头斗殴事件中 打死了教练的十七岁儿子 因此被判处刺刑 伊朗的几位知名人士 在巴拉行刑前夕 不断地为巴拉请命 还帮他仇慕 作为赔偿给被害人家属的赔偿金 但是最终功亏一亏 巴拉仍然必须依照伊斯兰教的教律 站上脚型台 并被蒙上眼睛 准备处以一命还一命 血在血还的刑法 这种刑法的方式 将由被害人的母亲 踢掉巴拉脚下的那个椅子 让他就吊死在脚型架上 被害人的母亲 在巴拉就要行刑之前 上台痛斥那些施压 要他原谅雄手的人 他说 你们可知道 这些人我是怎么活过来的 我的生活又是多么的像是在做监牢 你们可知道 面对一个空荡荡的家 又多么的痛苦 接着 他走向脖子套着绳索 咬紧牙关 准备受死的巴拉 而围观者也屏息以待 等待巴拉死亡时刻的降临 然而紧接着发生的事 群众发出了惊讶声与疑问声 发生了什么 原来周围母亲并没有踢掉 巴拉脚下的椅子 而是喊甩他一巴掌 随后他画风一转说 我梦到死去的儿子跟我说 他现在很安详地 在一个很棒的地方 一个有神的地方 加上我所有亲友 包括我母亲 都鼓励我原谅凶手 而且 而且我不想要另一个母亲 遭受同我一样的狮子之痛 是的 我原谅他了 现在我如是重负 接着他和他的丈夫 一起拿下巴拉脖子上的套索 而巴拉脖子的母亲 则冲进行场 哭着拥抱 被害人的母亲 千谢万谢 谢谢他怜悯的知己 也饶了自己儿子一命 当然 在最后关头 免于一死的巴拉 未来能将入狱 入狱服刑地罪 而被害人的父母 则打算 用巴拉赔偿的赔偿金 在家乡用儿子的名字 盖一栋体育馆 家会青年学子 是啊 弟兄姐妹们 这对受害父母 对儿子的爱 转化为 对更多年轻人的大爱 是啊 这正是耶稣 在山中圣训的教导 不是吗 放弃报复的权利 而让爱取而代之 这便是登上 哀愁的第一阶体 但是放弃报复 弟兄姐妹们 并不表示放弃公益 然后以报复的心 所争取到的公益 常常会偏离真正的公益 例如 当政府腐败 致使社会正义 不得伸张 若是为了争取公益 大家 理当义无反顾 去参加 抗议活动 但若是怀着 报复的心态 那么就容易 被政客所操弄 演变成政党恶斗 若是以报复之心 争取公益 那么原先争取公益的焦点 就会被模糊掉 甚至造成社会不安 股票下跌 经济衰退 国会停摆 是的 基督徒要寻求公益 但是要放弃报复 只有天主有报复的权利 因为只有天主的审断 才是真实的公益 第二 以得报冤 耶稣从三方面来告诉我们 如何以得报冤 第一方面 要化被动为主动 耶稣说 有人打你的面颊 把另一面也转过来 让他打 有人拿去你的外衣 连内衣也让他拿去 这并不是因为 虚从强权 所以不得不为 不 这是因为活在天主的恩宠中 而拥有了超越 那渴望报复仇恨的那个能力 因此可以不必 以眼还眼 以牙还牙 更进步于说 就是可以在恩宠中 以积极主动的服务态度 去说服仇敌 第二方面 要化勉强为乐意 我们听到耶稣说 如果向你求什么 就给他 有人拿取你的东西 别再要回来 意思是 有人求你帮助 就要甘心乐意地帮助他 因着爱 只要有人有需要 求你帮助 就不要推迟 第三方面 要化诅咒为祝福 耶稣说 要爱你们的仇人 善待恨你们的人 要为诅咒你们的人祝福 为毁谤你们的人祈祷 爱愁是以德抱怨最具体的行动 但是耶稣知道 我们无法一个步履 就登至爱愁的 那个最高境界 他知道我们人性的软弱 所以他要我们先为那些 迫害我们的人祈祷 当我们把自己 和我们所恨的人 一起带到天主面前的时候 我们的仇意 就会逐渐消失 因为天主就是爱 而我们是一起站在爱的根源面前 也因此我们无法在天主面前 持续憎恨一个人 是啊 这种祈祷真的是一种 做牺牲 付代价的祈祷 特别是当我们被伤害得太深的时候 更是如此 祈祷是最恰当的祝福 而祝福表示 我们愿意宽恕 并且能够把我们的灌常注尸 从得罪我们的人的过错 转向天主对我们的慈悲 并从计算别人的罪恶 转向天主对我们的怜悯 那么宽恕或许不会使我们的不愉快经验 从我们受伤或以结佳的记忆中消失 但是却会改变我们的记忆方式 也就是将原有的诅咒化为祝福 在哀愁的教导之后 弟兄姐妹们 我们听到耶稣以下列的挑战 来总结祂的教导 祂说 你们带人要仁慈 就像你们的父那样仁慈 在耶稣说过的话里 我想最大的挑战就是这一句了 主耶稣在这里教导我们 也挑战我们基督徒生活的标杆 就是过一个仁慈的人生 活出天主成全的爱与慈悲 天主的人慈 由耶稣的口中到处来 不仅是要表达天主是如何的愿意 透过他的圣子耶稣把他的仁慈分享给我们 赦免我们的罪赐给我们新生命与幸福 耶稣更是呼吁我们 要像天主一样 像他人 而特别是那些得罪我们的人 显示同样的爱与慈悲 让基督的爱得到凯旋 是啊 弟兄姐妹们 让基督的爱得到凯旋 正是我们基督徒应该具有的野心 最近有时照镜子的时候 突然惊觉自己与我那逝去的父亲 好像好像 看着我自己的容貌 我突然看见了二十多三十岁那时候 所看见的父亲的容貌 他自卑自负 但又信心十足 我对他崇拜但又批评 我爱他却又怕他 当我在镜中看到我自己的容貌时 我惊呼我们两个人怎么那么像 我在镜中我和父亲的相似处时 我也体会到我是他的儿子 我当然想他 我也必须承担他受人尊敬 惧怕 赞美 误会 就像我父亲一样 同样的姐妹们 弟兄们 我们是那位仁慈的天父的侄女 盼望我们哪一天 在我们心灵的那面镜子前 我们也会惊呼 惊觉到我们跟我们的天父 是何等的相像啊 阿们 我说你如此 我们不想再来 这一段时间 我们下一次